大家好,我是Stan CJNNN宣布旗下Mnet全球K-pop女团计划I-LAND 2 在去年10月以首尔为最后一战 完成了总共10个国家的全球试镜巡回 吸引了超过2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应征者的热烈关注 并确定在明年4月播出 而在这一季,The Play Labor的Teddy将以主要制作人的身份参与 Teddy曾在2020年被美国Broad选为 21世纪最杰出的50位制作人之一 目前为止,她制作了Big Bang,21,Black Pink 以及歌手说明等的热门歌曲 尤其Black Pink几乎是Teddy一手制作的女团 所以网友们都非常期待 以I-LAND 2出道的新人女团 与Teddy会带来什么样的协同效应 而通过I-LAND 2诞生的女团 将成为CJNN旗下品牌Wake One的艺员 Wake One旗下目前有Cherobase One,Kepula,Tabichi,Chuyuri,Kimjuan等艺人 另外,I-LAND第一季在2020年9月结束后 发掘了Hive旗下男团N-I-P 一直等待I-LAND 2什么时候开始 终于要开始了 那么这次就像N-I-P一样 带着The Black Label的练习生 透过选秀节目出道 成为Teddy的女团 然后由The Black Label和CJ旗下的品牌共同运营 几年后CJ抽出自己的股份 最终由The Black Label吸收 就像PiliPili被Hive完全接管一样的情况 阿香该不会在这里出现吧 实际上这里才是真正的Black Pink妹妹团吧 只是由MD和CJ担任YG的角色而已 Teddy以制作人身份参加的I-LAND 2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根据媒体报道 阿连吉明P全国等人 将在12月11号至12日入伍 首先P将在11号前往洛传训练所 他申请了在韩国简城市苏邦萨的 陆基首都防卫司令部队 这个部队是 如果首尔市发生了恐怖袭击的事件 将会在30分钟内出动 执行反恐任务的重要部队 而且Pili申请的不是一般的首都防卫队 是首都防卫特殊任务部队 也就是之前在综艺钢铁部队出演过的SDT部队 而队友阿连也将于同日前往论山 他将完成基础军事训练 并预计被分配到部队 最后吉明和琼琼将在12号一同入伍 他们将前往陆军第五步兵式新兵教育队 所以三个人可能会以训练兵和教官的身份再会 因为长得太像雕塑 所以一直无法想象Pili去当兵的样子 但仔细想想 他运动神经超好 做什么都很棒 去军队应该也会做得很好 而且他甚至还申请了特种部队 训练应该会很严格 但他却申请了 他的举动真的很帅 Pi真的太难忍了 阿金平洋之后是不是会出现在控制部队呢 哈哈哈真的太厉害了 大家都要健康的平安回来 看来孩子们为了能在2025年6月团聚 真的都很努力了 等待2025年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防弹粉丝们才能看到的穹谷的脸 我们先来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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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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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